大家好,我是大發家,我是邵婷 今天要幫大家開箱一個小東西 就是這款 SmallReed 的無線麥克風 講到 SmallReed 大家第一印象會馬上想到的是相機的周邊配線 像是提把、側邊握把、相機上面的褲籠 其實都是 SmallReed 的 那它算是一個蠻大的品牌 這一次他們推出的無線麥克風其實我也是覺得蠻意外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外觀吧 這一次外盒全部是採用磨砂霧面黑 可以有效的降低指紋的殘留 打開後可以看到很流利的設計 特別貼心的是他們進來也給兔毛了一個家 這真的是超貼心的 有在錄影大概都能體會到那種 風大跟鬼一樣 然後找不到兔毛或者是忘記帶 然後你回家打開素材一聽 基本上你聽得到這種聲音 麥克風主體本身重量只有15.6克 你可以非常輕鬆的掛在臨口 不用擔心太重下垂導致收音出包 採用USB-C 的規格 而且它還有一個大亮點 就是可以收疊 依照你需要的角度做改變 然後它的接收段可以隨差即用 所以不論你是要開視訊會議 或者是臨時有FU 想要來VLOG一段 絕對都是你給力的小幫手 如果有在追蹤我們的朋友應該都會發現 我們的影片內很常利用後製口白的方式 去增加一些影片效果 或者是補強當下可能沒有講到 或者是忘記的事情 那這款無線麥克風呢 就可以讓我隨時隨利的呢 無痛錄製口白 而且完全不用去擔心說 因為要離開座位啊 或者是移動電腦 然後不小心去拉扯到電線 然後造成電腦可能 嗯 Small Rig 的 Wave W1C 可以將我的發射段 變成一個跳板 那一秒就可以把你的有線耳機 變成類無線耳機 官方宣稱麥克風本體可持續使用5小時 搭配充電艙的使用可以持續長達30個小時 基本上不會有電力焦慮的問題產生 它還支援了三種降噪模式 那可以依照不同的環境去做使用 不過這邊要特別提醒各位一點 就是降噪模式還是要謹慎使用 如果你過度降噪的話 會導致你的聲音失真喔 官方宣稱呢 發射距離可以達到100公尺左右 那我也有到國外的網站去看了一些 國外的大神座開箱 那實測呢 甚至可以到150公尺 音質部分的表現呢我要先說 呃... 它絕對不是專業等級的 然後呢 也不是我用過最好的麥克風 那表現的算是中規中矩 可是呢 一樣 因為它的定位非常清楚 對於正常人一般使用 是基本上沒有什麼大問題 那這邊你可以看一下音質表現的部分 現在是使用Small Rig的Wave W1C 錄製的聲音 1 2 1 這樣子我不知道你們聽不聽得清楚 現在是使用MacBook Pro的收音 沒有使用任何外接設備 這樣子的音質你們能接受嗎 所以簡單的說呢 它基本上可以滿足我們生活中大部分的使用場景 重點是這樣一個輕巧方便使用的麥克風 官網售價只需要89美金 那大概就是2700塊左右的台幣 所以我也幫各位看一下相機網的售價 就是在這邊你們可以看一下 好啦 講了一堆優點 那我們現在來吐槽一下 其實這一次呢 讓我覺得非常遺憾 也是最令人惡玩的地方 就是 因為它是搭配USB-C端口 所以呢 沒錯 你的蘋果手機是沒有辦法使用的 而且呢 我還特別去買了這種轉接頭 依舊沒用 那 在大量蘋果手機用戶的情況下 它這樣不支援我是覺得也蠻奇怪的啦 而且我們剛剛也提到 這一次的Small Rig Wave W1C呢 它定位非常明確 就是說它其實是針對於一般 輕度及一般用戶 追求高CP值設定的 欸對 你知道我要說什麼 所以呢 它並不支援你的相機 你不要笑想可以用它來代替小蜜蜂 不然的話那就CP值爆表 它這一刀也是切得蠻狠 整體來說 對於2700塊左右的台幣 然後搭配了三接降噪 超遠傳輸距離 輕巧便利 強大續航力 音質表現中的 中上 然後又是大廠牌來說 如果說你是Android手機的用戶 或者是你常常會利用電腦進行會議的話 那我覺得 其實這款Small Rig Wave W1C 它會是你一個還不錯的選擇 OK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我們是大八家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記得打開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們最新的影片 還有我們的IG 那我們下次再見吧 掰掰